各位, 郭大通是全真教的高士, 道學武功, 修圍到甚高境界, 就因為一個失守誤殺了孫婆婆, 幾年來一直悶悶不樂, 因為生平恨事。 全真失事, 生平殺了不少人, 之所殺的陷都是奸惡之徒, 從來不相無辜。 郭大通不由得面如死灰, 當日一掌打到孫婆婆口噴鮮血的情景, 由此清清楚楚出現在自己眼前。 他沒有帶兵器在身, 當時他一身手生聲, 拔了趙志敬腰間那把長劍出來, 郭靖以為他想刺楊過, 立即飆上一步, 先看著他。 咦? 怎知郭大通, 倒轉長劍, 遞把劍病給楊過? 沒錯, 我是殺錯人。 你幫孫婆婆報仇, 我不會還手的。 在場的人都猜不到他會這樣做。 郭靖怕楊過接劍傷人, 郭仔, 千萬不要啊! 千萬不要啊! 楊過知道郭靖黃庸在樹實報不到這個仇的, 他就特地說, 阿霞君 works很生氣, 你明知郭伯伯伯伯不能讓他動手才庵大方。 你真想我殺你呢? 為何又不是從沒人的地方,才遞劍給我呢? 我……我…… 郭太通是武林前輩, 被一把年輕小子递到他出不到聲, 拿著把長劍,递又不是,縮又不是, 手運來一韌,當聲,長劍就韌斷兩絕, 他扔了一把斷劍落地, 哎,算了,算了, 說完就神神聲走出書房, 郭靖看著楊過,又看著趙智敬孫不義地, 照樣看,哥仔好像沒有說謊, 停了一會,他就問楊過, 哥仔,全真教的師父沒有教功夫給你學, 那……這幾年你幹什麼呢? 郭伯伯上中南山的時候, 打到幾百個道士沒有你符, 人家不記仇就假了, 他們不敢欺負你, 郭伯伯知不會找個小孩來出氣嗎? 這幾年我不知道多淒涼, 真是暗無天日, 今天出來見你郭伯伯, 都算是天有眼的了, 哎呀, 楊過隨便扭幾句, 將自己反出全真教的起因, 都推給郭靖, 所謂暗無天日等等, 都算沒有說謊, 這幾年他住在石墓裏頭, 當然是不見天日, 哈, 郭靖聽了, 覺得他很可憐, 趙智敬見到郭靖順順頭, 就激到他生蝦地跳, 你…… 楊過, 你…… 這個混蛋,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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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過,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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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陽宮百住了幾年了, 他…… 突然遞高手, 一掌就蓋上楊過頭殼頂, 這掌是他家傳的洛英神劍獎, 一跌到無先兆的, 手動掌到, 郭靖見到, 想救都救不及了, 楊過驚起來, 剛剛想舉手隔開他的, 不過他想, 郭伯母不會無端端殺我的, 就是要試試我有沒有武功, 如果我隔開他這一掌, 那就自認說謊了, 不過, 不過郭伯母真的要殺我, 我不隔開他, 豈不是白白送死? 喏, 在那些電光火石的一瞬間, 反而激起楊過把火, 挖強, 膽大妄為的脾氣又來了, 死就死了, 他簡直盤死了, 眼光光站在那裡, 動都不動, 黃蓉是想試試他的, 手掌拍到楊過頭殼頂, 見他又不會伸手來擋隔, 又不會運內功來護住緊要的月位, 立刻把手掌握, 就不加力了, 假裝摸摸摸摸楊過頭了, 哥仔, 他不教你功夫字, 是想你多懂幾個字, 前真派的師父說不來, 都是這樣想的, 他一字說, 就一字坐回落位, 細細聲說給郭靖知, 楊過的確沒有學到功夫啊, 哎呀, 怎知一講完這句話, 立刻就恨笨了, 為什麼呢? 當年楊過在桃花島, 就已經懂用蝦毛弓打傷大武, 就算這幾年沒有學新東西, 段故都會識第高手, 隔開先頭的掌掛, 啊, 這個蛙鬼真是鬼馬了, 連我都差點被他騙到, 不過當時黃蓉也沒有督穿楊過, 打算看看他還出什麼術來搞鬼先, 趙智敬見到黃蓉試了一招之後, 就沒有再繼續試了, 以為他被楊過騙了, 咦咦, 那就更顯得自己理虧? 黃, 黃幫主, 你試不出個仔有功夫啊? 哼, 這個混蛋好鬼滑的, 讓我來試試他吧! 他講完就走在楊過面前, 指口督鼻地說, 混蛋, 你不用整股做怪啊, 這魂你再不接我招呢, 你打算死吧! 他明知道楊過功夫好過自己, 如果自己落殺手, 九成九會逼到他還手, 萬一他還裝作, 就索性一招拿他命, 至少跟郭靖夫婦反面都好過整天, 讓這個契弟頂心頂肺啊! 他一發三咒, 就想動手啊! 慢著! 郭靖就怕著他出重手, 打傷楊過, 想出來干瘀, 黃庸就扯著他, 靖哥啊, 你別管那麼多啦! 黃庸已經猜到趙志敬發怒肯定出重手的, 那如果一出重手, 楊過勢必要還手啊, 那到時就真相大白了嘛! 郭靖又怎知裡頭過那麼多警惡的呢? 知還心大心小啊! 不過黃庸歷來呢, 都尿事如神的, 所以當時他亦沒有出聲了, 只是走前一步, 如果到時真的有什麼冬瓜豆腐, 救人都快一步啊! 趙志敬又專門對孫不義, 雲至平地說啊! 孫師叔, 雲師弟, 楊過假帝不懂武功, 我是逼於無奈才試他啊! 如果他還裝假狗, 我就一掌打死他, 到時你們幫我做個證啊! 啊! 孫不義知道了, 楊過因什麼事反出全真教的, 這陣時見他憑著搞滑伎倆, 弄得趙志敬落不倒台, 趙志敬落不倒台, 即是證明全真教理規而已, 故此他也希望趙志敬逼到楊過現出原形。 嘿嘿, 好似楊過這種偉師伴教的逆途, 殺一個, 就少一個, 殺兩個, 就當少一相咯! 各位, 不要以為孫不義這麼說是真的! 以他這麼有道行的高人, 又怎麼會隨便叫人開殺戒呢? 這幾句話的用意, 無非是想嚇一下楊過, 讓他不敢繼續裝假狗呢? 趙志敬有師叔撐腰, 膽就更加大了, 第二高左腳, 啪! 對準楊過小兔就猛踢過去! 這招天山飛道, 出腳雖然是大力, 但並不深奧, 凡是入全真教第一課學武功的, 就學這一招的了, 接著就學了退馬勢, 退馬勢是專門被天山飛道的, 一攻一守, 是最簡易的兔子來, 現在趙志敬使出這一招, 無非是專門做給郭靖黃蓉地看? 喏, 就算我趙志敬沒有教高深的功夫給楊過, 起碼入門第一課都會教吧? 咦? 但是楊過見到他洗天山飛道, 自己就不用退馬勢那招來解了, 就假裝驚失失地, 拿著左手掩著小兔, 哎呀, 他這麼大膽不閃不避呢? 趙志敬就不客氣了, 一直踢過去, 等他腳尖還差三寸, 踢到楊過小兔的時候, 咦? 燈火之下, 突然見到楊過左手手指弓微微翹起, 對準自己右腳的大闊穴, 那一腳如果出力踢過去呢, 腳尖還未踢到對方身體, 自己給點中月道先, 這樣來, 不是對方伸手出來點月, 而是自己對個月道買給人家的手指點正, 哎呀, 這一下夠了陰拾啊! 趙志敬沒有法, 硬將腳尖一領, 出聲! 腳昏楊過身邊拆過, 哎呀, 總算避開, 沒有給點中月道, 不過他的腳落地的時候, 道力就不對, 整個人蹤了蹤啊! 郭靖、黃蓉在楊過後邊, 就看不到他的手指弓啊! 還以為趙志敬腳下流程, 在最後關頭臨時臨急領著腳, 但是孫畢和韻志平看得清清楚楚, 韻志平沒有出聲, 但是孫畢就十聲站起來, 楊過, 你真狡猾啊! 這個時候, 趙志敬就繼續來過了, 左掌虛訪, 右掌又劈起楊過左邊臉, 這一招叫做紫電穿雲, 是一招極其精妙的上乘招數啊! 手掌打到半老呢, 會突然變去向的, 明明是劈別人左邊臉呢, 到位的時候呢, 就要斬到對方右邊的頸道啊! 楊過早就練熟了玉女心經的功夫, 玉女心經呢, 是專門對付全真派武功的嘛! 只見楊過就好像很害怕那樣, 雙手抱著他的頭, 但是他左手食指呢, 就已經藏在右邊的頸那裏, 只不過右手掌在外邊遮住, 趙志敬這魂看不到了, 結果一掌斬到楊過右邊頸那裏, 給楊過左手食指, 就把他掌邊正宗的後溪月, 哎呀, 慘了慘了, 這一招是趙志敬自己送一隻手掌過去給人點月的, 當堂整個手避光, 他知道中計了, 火滾起來, 左腳就打橫掃出去, 楊過就鬼殺那麼吵, 哎呀, 這次死了, 死了, 一邊喊, 一邊左手微微收起, 等個手掌凸起, 在左腰二寸五分的地方, 咚咚, 趙志敬左腳踢到了, 腳裸上的趙海太溪兩個月道, 同時撞著楊過的手掌, 哎呀, 這一腳他是發行大火地踢出來的, 力量很大, 那麼月道同樣撞得也很厲害, 在左腳一臂, 咚咚聲, 膝頭哥跪落地, 算不易見到屍侄出醜, 左手一伸扶起趙志敬, 順手拍他幾下腳和手, 幫他解開月道, 他見楊過的功夫好怪, 似乎只是本門武功的黑星, 就算自己出手也未必打得贏, 他一蹬腳就說, 我們走! 他又不跟郭靖黃庸告別, 雲書房窗口一撲就撲出去, 跟著就跳上瓦背頂, 雲志平一直好像失魂落魄那樣, 他想解釋給郭靖黃庸聽, 但是趙志敬扯著他走了, 有什麼好談的,快點走! 他們兩個人先後跳出窗口, 跟著孫不易走了, 郭靖黃庸當然看了趙志敬被人點了穴道, 但楊過明明沒有還手, 又沒有伸手指, 難道有高人躲在旁邊, 暗中雙左? 郭靖立刻拖頭出去窗口看看, 哪有人啊! 他還以為趙志敬剛剛要落殺手的時候, 忽然不忍心, 故意被點中穴道, 借故離開啦! 黃庸就不同地想了, 他知道就知道當然是楊過出鼓劃的, 不過一來, 他又坐在楊過背後, 看不見楊過手指手肘那些陰濕動作, 二來, 他亦不知道世上有玉女心經這門武功, 竟然可以先尿敵機, 將全真派武功克制得沒得還手的, 他一時猜不到, 就不猜住了, 掛著打點楊過吃啊, 你先去住啊, 這樣先啊, 翌日早早, 楊過剛剛吃完早飯, 見到國父在天井, 就猛地向他入手, 大武小武兩兄弟就站在左近, 望下望下, 楊過不知做什麼, 放下碗筷就走過去, 父妹, 找我做什麼事啊? 哥仔哥, 你陪我出去走走走走, 我想問你這幾年是怎麼過的了, 唉, 楊過心想, 這幾年的事講起真是整匹報那麼長, 三日三夜都未必講得完, 況且又怎樣跟你講才好呢? 他一邊想, 就一邊同國父走了大門口, 武士兄弟就跟過百次按照他們, 一出門口, 忽然聽到一聲搶俐, 阳過的狩馬跑到他去 There walk through rail the hubs of steel ribs from Sterlingッ 武士兄弟見這隻馬瘦得這麼醜,忍著嘎嘎笑,走上來。 小武就說, 郭仔哥,這隻馬瘦成這樣,撿到都沒人要,忍著跑跑,踏死你。 你沒錢買,不如我買一隻送給你。 大武就接著說, 弟弟,不理有眼不識泰山,哥仔哥這隻馬瘦就是瘦一點, 跑起來都會快個人走一點的。 郭芙望下楊過,又望下瘦馬,發現主人生畜都這麼寒酸,不如插聲笑起來。 楊過說, 我知密似主人形, 我人醜馬都醜, 不過這樣才能登對的。 好過有些人好微好貌,生沙塞。 什麼?你...你... 楊過一同武士兄弟走近,就好像鐵錯門神一樣,不爭脫,不安樂。 這時候,郭芙子西邊邊就說, 咦?你們看?我媽媽又教人家學棒法了。 楊過另一頭看著, 見到黃蓉和一個鬍鬍鬍鬍的老黑衣一拍,走到山腳那邊, 他們一人拿著一條竹棒的。 我媽媽說這種棒法神妙無比, 一頭半個月當然是學不完。 你說人老長老笨? 第二天到你學的時候,看你有多聰明才行。 好! 好難啊! 就算我想學都沒有資格學了, 父妹! 聽說打狗棒法規定是傳給幫主的。 對了,父妹, 為什麼師母會選中老長老做幫主呢? 喔! 我媽媽最煩她哆哆嗦嗦的事了。 這幾年黑衣幫裡頭很多事, 媽媽都是交給老長老做的。 媽媽說, 我媽媽正式傳委給她的了。 各位, 要知道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